这世拼谈两代天才之间的较量 也是国平新老技术的碰撞 王立琴拥有着世界第一的暴力征手 张继科拥有着地表最强反手霸王林 两人相遇在2011年的世拼赛上 一场强强对决即将上演 我想会很多的 所以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比赛啊 竞技棋确实比较残酷 但是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赢家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全面的衡量 那么今天这场球也是 看看 在这种大赛当中 漂亮 往往就容易 非拿不可的 往往拿起来就更加困难 9比10落后一分 结果调打失误了 这样张继科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9 取得了胜利 目前是1比0暂时领先 一个特点啊 就比一般年轻选手要慢一点 我们看到 张继科打的还是比较活跃一点 好的 张继科第二班的抢功能 质量比较高 所以使得王李勤呢 要去控制去 控制呢 就容易造成失误 对了 李洁 两位荷兰的选手 第一的比赛 那这样王李勤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7 取得了胜利 我们呢 我是在想 因为明年 是12年奥运会了 漂亮 啊 这个球的力量很大 漂亮 大家注意 这个马龙的比赛 最终的马龙是战胜了马林 啊 漂亮 而主要呢就是在拿到发射权以后争取发射抢功 荷兰的移动员李娇 曾经他是欧洲的冠军 反手第三版 两个发球失误一局 这个太可惜了 逆旋转 王立芹吃发球了 吃的吃发球发球失误 这一局呢这个大概有四个球 这样呢张立科就以十一笔球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2比2 张立科先发之人 从我发的奖功得了一分 这个时候王立芹接发球接的不好 在上一区呢 王立芹如果说输在哪了 漂亮 这样呢张立科在前面的五局里边是3比2战时算是领先 也进行培养 比如像是袁安我们也带着带着来 包括木子 在中城进行选拔的时候 获得了 一个特写镜头 给的是波尔 波尔站在旁边正在吃蛋糕 可能在准备和晨起的比赛 所以这时候全场看到波尔以后呢 就给他给他掌声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王立芹退到中边 大力杀中路 哦 这个角度太刁了 刚才黄领队特别说到了 中国平常队这次派 今天王立芹啊 吃发球在这个环节上 吃的比较厉害 尤其是张立科这个逆旋转 也在队内所起的很好的作用 而且在市井赛上这种独特的优势 那昨天呢 他战胜了取信 漂亮 漂亮 色神直线 8.7领线 第三版 第四版 第六版 这个球双方是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一版比一版重 对 而且质量比较高 都在发力双方 侧身拉直线 张立科最后 以一个漂亮的色神拉直线 结束了这个比赛 那么既马龙战胜了马林 张立科又战胜了王立芹 新生代 他凸显 凸显了优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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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